賴清騰今天要公布新的人事 他每一次公布這些人事 我在想說這跟地震有關嗎 他持續好幾天 他持續都有地震 現在有個最新的面孔出來 大家看到的是管媽 還有包括陳俊濟 還有包括這不是管媽 這是我們的徐家清 還不知道會不會生氣 把他講成管媽 然後管媽大家會 這三個人都留下來 就有一個問題了 從賴清德勝選到現在 這幾個月期間 有發生很多的爭議事件 過往也有可以檢視 這些人的一些爭議事件 顯然賴清德都是支持 管媽別的不說 最近那個金門壯藏事件 一開始說是沒有錄影帶 然後包括跟立法院 在草說這個狀況報告 要按照他的定義裡面 非常非常強勢 耍官威脹 但顯然這些事情 賴清德看在眼裡 是給他一個讚 所以他就繼續當 然後徐家清大家知道 最大的爭議就是 他曾經接到女下屬 給他投訴性騷擾 被指控吃案 然後還威脅檢討了被害人 這個事情這麼嚴重 一樣給他個讚 給他留下來 陳俊濟就直接從代理 變成正式的部長 過往他有一個事情 是指控巴西彈過期 他說這個訊息是造謠 假訊息 但是被指控的 國民黨前立委林維洲很喊怨 他說這個資料 就是你們農業部給我的 你前手給我 後手來打我 所以我造謠 這很奇怪 難道陳俊濟這樣的一個 一番作為 比陳吉仲還要更陳吉仲的 也是獲得賴清德的支持嗎 大家看到覺得很奇怪 現在包括蘇俊榮 行政院的人事長 還有財政部長蘇翠雲 這些都是留下來 台電昨天最搶戲的 恐怕就是總經理王耀廷 他接受胃流 他講了很多情樂的話 他說現在台灣人民 只要晶圓廠 不要發電廠 委員怎麼看 其實這個人事 大概也大致底定了 這裡面 大家就檢視第一個 他的女性格緣 大概占三分之一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之前賴清德就說 會組成所謂的民主大聯盟 結果後來發現 裡面有什麼民主大聯盟嗎 所以都是假 對 完全沒有什麼民主大聯盟 甚至裡面 真的很親你們的時代力量 激進黨我看都沒有 因為之前不是還說 有沒有可能民眾黨 有部分的人士 單獨的去入閣 通通沒有 而且在這裡面 就算一些比較新的面孔 事實上它也不構成 你所謂的民主大聯盟 跨黨派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那個之前的經濟部長 他雖然來自企業界 但是他也是擔任 就是民進黨的 新境界基金會的董事 那就跟童子嫻一樣 其實跟民進黨 是非常非常地 close的 另外教育部長非常重要 結果我們這個教育部長 因為現在人士太多 事情太多 反正綠媒都忙著 每天都在那邊檢視徐曉星 現在人士就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那個教育部長 叫做鄭英耀 他是誰 他雖然他不是 過去你看他好像不是民進黨 也沒有來參選過 等等之類的 可是他原來是南社 南社的社長 南社社大家就知道 很獨的 就是獨派團體 所以你就知道 這些看起來 好像是屬於專業的 看起來他不是有很高政治性 事實上很多他的骨子裡 事實上就是民進黨 所以根本沒有什麼 所謂的民主大聯盟 那好 那你這裡面有什麼亮點 不過就是派系共生 那原來的這個新系 你看你剛剛講什麼 這個徐家鑑 徐家鑑就是新系 所以他吃案 性遭吃案又怎麼樣 照樣安住他的位置上 那管媽也是原來的這個派系 以前謝系 後來變成永年派 他都是派系 然後政國會 政國會比林佳龍沒有位置 後來還給他安插到 變成是外交部 讓他做高年級實習生 反正你沒有什麼功能 但是你還是有個部長 可以讓你做 那另外就是殷系 殷系比如說 我覺得最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陳時中 陳時中選過台北市長 在衛副部長有多少都好爭議 可是為了派系平衡 還是把殷系納進來 然後今天又更扯了 不但我剛剛講的這些派系 現在連貶系人馬都跑出來了 你到底是要平反還是怎麼樣 還是變成一個貪污內閣 現在今天還點名 羅文嘉 馬詠誠 林德遜 因為話不是來看 捕獲野生的卓榮泰 跟林德遜一起喝咖啡嗎 那請問一下 你到底你這個內閣 你要釋出什麼樣的訊息 然後你說什麼行動創新 AI內閣 那就有好像是那個 侯漢廷講的 AI內閣是什麼叫AI內閣呢 就是你民進黨都在A 然後人民都在I 我覺得這種 我覺得這樣子是滿貼切的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看起來所有的新人士民 一攤出來 我覺得是沒有亮點 只有汙點 但是大家跟關係的是台電 像剛剛講到 台電的總經理王耀廷 昨天一番的哽咽 跟大家小語大意 說你們的民眾都只要是晶圓廠 不要發電廠 他說各種發電設備 執照都申請 到處都阻擋 杯葛 各縣市 你們就只要call call晶圓廠 不要這個發電廠 不讓台電發電 再來罵缺電 在那邊用3C滑手機 來罵我們這樣子 這個網路上說 哇 你是在罵深澳電廠 關塘 火力發電廠的人嗎 你只要罵人民 你就準備要升官了嗎 然後實際的狀況 我覺得王總經理不妨 跟王美花一起到台南 直接到第一線 去看廠商 他們第一線的真實的心聲 王美花到台南這個座談 而且立委也在 陳廷飛主辦這一場 民眾廠商直接跟他抱怨 就一直跳電 限水 缺工 廢棄物的回收 還有超過污水的處理問題都很多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 不是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而已 是一連串的問題 這個現場裡面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廠商怎麼跟王美花講 上禮拜 這樣的新田就跳電了兩次 這個問題可能 對我們產業界的困擾 不只是台積電的感覺 這個方面真的是期望政府能夠 在能源政策也好 還有我們這個供電的品質也好 能夠給我們更多的保障 每年在我們柳科競速廠商到現在為止 每年都在為了限水 10% 15% 20%的限水 尤其現在又要進入 漸漸的進入苦水期 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真實的心聲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可能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大家都在關注那個總經理講什麼 都不知道廠商第一心聲是什麼 剛剛委員也特別講到 公布的內閣名單 有所謂貶戲大將要回鍋 這個精細是何系 大家看到這些名單也很驚訝 如果我們前陣子 還有聽過他的聲音 因為他畢竟還當 最近有當民進黨的秘書長 然後他又回來當政務委員 我現在是政務委員 我在想賴清德的政務委員 是怎麼樣 是人才回收庫還是怎麼樣 因為包括陳時中 包括羅文嘉 然後現在文化部長使者沒有續任 他也去當政務委員 他背後就是花媽 還有包括馬永成 馬永成這個名字 年輕的二十幾歲 可能很久都根本沒聽過 他以前是阿扁時代的 府的副秘書長 扁案裡面他也曾經出庭過 馬永成 然後包括林德遜 阿扁以前最心腹的林德遜 現在內定要當行政院長的 辦公室主任 這一些錢錢潮的人 全部都不對 是錢 錢錢 三個錢的 又要班師回朝 然後就透一句委員問的大哉問 你這樣的人事的使用 任用的方式 你要跟全國的人民 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要告訴大家 你的內閣到底要準備怎麼樣 卓榮泰直擊跟陳水扁辦公室 前主任林德遜喝咖啡 林德遜大家印象很深刻 跟阿扁有關的 他也常常會發表一些意見 然後卓榮泰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沒有 我們沒有聊到人事 當天我們各點一杯咖啡 兩杯咖啡加起來才55塊錢 或是找好朋友喝咖啡 我們談的都是家常的事情 意思就是說對這些內閣人士 什麼的有一點迴避 保證怎麼看 我覺得這一次的內閣 他公佈到的第五波 老實講其實在第一波 第二波的時候 大家還會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其實本來 大家一直在期待一個 剛剛有提到的 所謂的民主大聯盟這件事情 民主大聯盟是當時賴清德 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一直非常提倡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第五波的人士之後 突然恍然大悟 他的民主大聯盟 是民進黨內派系的一個大聯盟 就是原本大家以為是 是不是有機會什麼藍綠白 然後你真的是用人為才 不分黨派的色彩 真的去可能找了 假設找了在野黨的一些 過去有些那種代表性的人物 過去當過立委也好 或是他有一些這種代表性人物 有機會進到內閣裡面 你只要有一個 但凡有一個兩個 有亮點的 我覺得都會讓民眾覺得有一種 煥然一新的一個感覺 當時在賴清德開始公布之前 已經有民調說得非常的明白 是過半數以上的民意 支持藍綠白這種大共制的一個概念 可是我們現在看過來會覺得 這個你就是變成一個新賴系 本來大家可能覺得說 你就是新潮流的 那這個是不是可能跟橘系也比較好 台南幫的 高雄幫的 就開始大家這樣看一看之後發現 原來是賴猶猶 這些人可能就可以進到內閣裡面 比方說他可能有一些看似是產業界的 但實際上可能是過往 在幫他選舉的時候 給他一些出謀劃策 幫他做一些這種證件等等的 這些人只要過去有功的 都可以進到內閣裡面 因為畢竟你這個勝選了嘛 我過去幫你那麼多 你給我一個位子合理吧 所以這個看起來 他也是不得不的一個選擇 但我真的必須講 我覺得真的會讓大家還滿失望的 我覺得是用失望兩個字來形容 因為大家要看得出來 當時讓民進黨已經是一個 朝小野大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你在內閣的用人方面 你竟然還這麼不聽取民意 我覺得這樣真的會讓大家 那種民怨會持續做一個累積 好 今天聽到扁系人馬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陣暈眩 羅文家 馬詠誠 林德遜 又要回到我們的政府的團隊裡面 薛湛怎麼看 這個要做 因為你知道我有疑心病 就是卓榮泰跟林德遜喝咖啡 然後在小七喝咖啡 剛好被記者遇到 記者來上去問卓榮泰說 可以拍照嗎 然後就這樣拍下來這樣子 我怎麼看都覺得有點 詭異 無法理解 是不是set好的 我都必須打一個問號 這個李扁馬蔡賴 我們從1996直選總統以來 那我們把李總統跟馬總統拿掉 是這個扁蔡賴 這個三個都民進黨的 那你說蔡歸賴誰位就算了 你用人用到 逗退嚕去都用到陳水扁的 那個年代的人 這表示什麼 這告訴你說其實民進黨 這個賴清德跟忠祥 他是沒有人了 就是沒有人才會去用阿扁的人 因為阿扁執政是2000年到2008年 這十幾年前的事情 他還在用陳水扁的人 就表示民進黨沒人 這種困境同時也在民眾黨跟 國民黨也都沒有人 因為國家就沒什麼人才 為什麼這樣講 請大家看這一章 你要怎麼樣才能當上總經理 要這樣子 這個是台電的董事長 這是台電的總經理 總經理獲得威流之後 要這樣低頭感謝有沒有 為什麼你還在看電視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當總經理 因為你腰不夠彎 那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以前陳菊 高雄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幫陳菊偽造文書的曾文生 他唬爛說陳菊去勘災 結果陳菊在官邸睡覺 就是他被判偽造文書 曾文生 你有什麼台電的專業 你為什麼給周玉扣50萬 為什麼沒有給我 奇怪了 就是台電的董事長 跟台電的總經理 罵人的時候是一個嘴臉 看到董事長來是這個嘴臉 台電總共有2萬多個員工 有幾千個工程師 哪一個工程師能夠當到總經理 沒有3 2 3 怎麼可能當到總經理 所以你看就這種城局的人馬 以這個去做經濟部的次長 代理台電的董事長 鄭文生你有什麼台電的專業 我完全不了解 但是剛剛這個要做 你讓我們看到王美花 人家第一線的廠商在康佑 王美花只在那邊陪校 那邊做筆記 王美花那些缺水跟缺電 是誰負責 你不是經濟部長嗎 你在馬總統 馬政府 你只是一個局長 結果現在蔡總統 因為蔡總統是女學局 就當部長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的腰一定要夠彎 看到長官一定要這樣笑嘻嘻的 對不對 不要像我一開始這樣 還跟腰座講說不要嘻嘻 學長我這樣可以嗎 可以 學長我剛剛 我剛剛對 要浪一點 對 你這樣可以 我這樣可以升了嗎 你可以當總經理 準備升 準備當總經理 學長我覺得你非常有前途 謝謝學長的拉法 委員你怎麼看 委員看到一點無奈 沒有錯 因為我看到鄭文生 我要修正我一個錯誤 記不記得我前一陣子說 我們的經營部長 因為他有違反證交法的前科 我說我都還不記得有這種 帶著前科然後上任的 我現在我要承認錯誤 因為曾文稱也是有前科的 沒錯 他也是因為偽造文書被判緩刑 所以你就看 他人真的沒想到 這些事 然後我一直以為 你等於生命的 關注文書被判緩判 是 當總經理 這麼有什麼想法 他們不是 那樣有什麼 那樣有什麼